營火蟲發光本身就是一種預言 為何會發光呢? 因為求偶 當他們害怕或不開心時 他們都會發出不同頻率的光 我叫麥兆豐 我是營火蟲保育基金會的主席 平時我的工作是調查營火蟲的數據 還有做關於營火蟲保育的工作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去不同的地方去推廣營火蟲 要告訴大家營火蟲是很需要我們去保護 基本上每一天的工作 絕對是跟營火蟲息息相關的 由我2008年開始 我去野外做田調查 看到原來香港有30個品種營火蟲 但有件事很不開心 每年營火蟲的個體數量不斷下降 以前可以看到接近100隻營火蟲 但是近幾年看到的數量 只剩下10多隻 不多於20隻 營火蟲的棲息環境就是要 沒有光害 本身位置比較高 然後他們本身的淋蔭條件會比較豐富 還有一件事就是水質沒有受污染 因為營火蟲是一種很容易受污染物影響 只要那裡有一點不妥 甚至是有污染的 其實營火蟲的總群都會在那裡消失 其實現在的郊野公園 在我們香港來說 是一個生態保護的最後屏障 香港郊野公園保護了香港很多地方 尤其是營火蟲需要七黑的條件 或者樹林的條件 或者乾淨的雖然條件 本身的公園裡才能夠有這些地方 所以其實郊野公園擔當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一定要好好保護住這個地方 有人問我 這麼辛苦 自己貼錢出來也要去做 沒錯 這份就是我對營火蟲的使命感 你無論是多麼累、多麼辛苦的工作 但是你也要去繼續做 如果我不去做 就沒有其他人去做 還有透過做的過程 我希望香港人可以明白到 一隻細小的營火蟲 其實是掩亮了整個香港的保育 我希望在五年、十年裡 可以有很多有興趣的人 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 因為有一件事很老實說 就是 就算我多麼辛苦去做 但是沒有人去承傳下去 這件事 當然不是可持續發展 在郊野公園裡也好 或者是香港的環境也好 我們希望可以重新 去復原回以前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樹林 很多營火蟲 整天都是營火蟲的景象 營火蟲就是我們 一個很重要的大戰寶藏 但是現在這個寶藏將會消失 所以我有一個心願 就是我希望 令到這個寶藏 重新回來我們的郊野公園 人在郊野時 珍惜在眼前 神經病